雖然我之前不斷說我不會買這麼貴的袋 但是這個袋我自己打臉了好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作為2022年的第一條影片 我決定拍一些自己開心的題目 小資女大開箱經過一年多的時間 終於有新的一集了 今天我們開箱的就是最近全城熱化 質量非常好的一個品牌 Celine 通常在精品品牌買東西的紙袋都是非常浮誇的 買少許東西已經整個行李箱這麼大 所以大家一看到這個尺寸 就知道裡面的東西體積一定不會很大 但是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樣 一看到它都會心心眼的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知道有什麼令我在Celine的心肝 帶它回家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開箱了 其實如果不是拍片的話 我一分鐘就開箱完 但是為了讓大家有一點神秘感 我就決定有儀式地慢慢一層一層開出來 它就在這個盒裡面 尺寸是不是很奇怪 銀包又太大 袋又好像太小 究竟它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現在就開它出來看看吧 裡面還包著了 因為我自己真的沒有開過 所以不知道裡面是怎樣的 首先有一張卡 寫著它是什麼 然後呢 就有一些雪梨子 我們打開它 之後呢 就是一個塵袋 因為沒有買過Celine的東西 原來他們的塵袋不是麻質 也不是面質 是有少少像尼龍的感覺 然後旁邊兩條繩是粗的 應該可以吸收起來的 看到這裡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不是喔 不用猜的 我在title那裡應該是寫明了我是開箱什麼的 傻了 那不如直接開給大家看一下我這個Mini Ava Bag 是不是很可愛很就真的 它是迷你版的Celine Ava Bag 小粒仔配小粒袋 簡直是完美的組合 現在我就把它拆膠袋了 其實在店鋪那裡 我都拆過來看過一下 但是真真正正的摸上手 這麼近的細望它研究它 我也是第一天而已 所以我的心情和大家看這個開箱 可能是差不多的 讓我拆了旁邊的Double紙 它們就是保護一些金色配件 然後這個Ava Bag 我就是選了這個老花顏色 其實它只有兩種顏色 金貴出了 一個是這個顏色 另一個是淺粉紅色 那個是全皮的 所以會更貴一點 但是我也是喜歡這個經典的花紋 又沒有那麼容易弄髒 又比較耐用 所以我選了這個 我先把手腕拍起來 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記載SA說的話 這個應該是2021 Fall Winter的Runway款 暫時不是平常 所以會不會出白色 其他顏色 還有沒有可以買 但還是沒有人知道的 然後它的所有東西 都是Ava Bag的縮小版 是現今社會的財富密碼 巨大化和縮小一樣 都會令人融化 特別有興趣 然後完全不能自拔 那大家會不會想看近鏡 因為Ava Bag應該很多人拍過開箱 感覺上這個迷你袋 是沒有太大特別的 但是不拍近鏡 我都不知道這條影片可以拍些什麼 所以我都不斷以360度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袋 它跟整個系列一樣 都不是皮 是繁布加了coating 然後旁邊這些啡色就是皮 暫時我看到手腕位 這裡有個金色的Seline 然後旁邊有個額紋的Seline 還有拉鏈上面都有黑絕Seline 旁邊這裡可以調到三個長度 現在就是最短 然後如果我把它調到最長 都不是差很遠 我想大概5-6cm左右 然後它是除了做手腕之外 都是上薄的 我穿著一件這樣的針織衣 都沒有問題 不會很緊 你見到是有空位的 所以它不只可以很迷你做一個手腕袋 這麼簡單 然後打開裡面看看 它跟Ava Bag一樣的 拉鏈都要壓一壓 跟回弧形去開 就會比較順暢 裡面就有些紙 我先拿出來 它是可以這樣撐開的 不算很軟 但也不會硬 裡面有個牌子 然後就 什麼都沒有了 話這麼快就介紹完了 現在不如挑戰一下它的容量 我覺得很好奇它可以放到多少東西 首先就放了一個卡住進去 其實放了進去 所以我在店鋪是試過的 看到還有很多位置剩下 我才覺得它比一般的小袋更加實用 然後我就放一個AirPod 然後我打算帶一個充電器 這個是The Corner給我的 非常之薄 非常方便 然後我就嘗試放半包紙巾 在裡面 現在還有位置的 然後是一個潤唇膏 然後我再嘗試放搓手翼 好像有點窄 試試塞進去 可以啊 沒有問題 旁邊看 還未爆 但鎖匙這麼大 就有些紋了 這個就不放進去 試試可不可以關上 大家看看 它的拉鍊要壓一下 順著弧度 其實是可以關上的 而且它裏面 不會脹筋筋 撐得很厲害 還有大家都很關心的 就是這個包包 究竟擺不擺到電話 我手上是iPhone 11 Pro 其實放下去是輕鬆的 但旁邊高了 所以拉不到拉鍊 它叫擺得下還是擺不下呢 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但對我來說 就不太大影響 因為本身都是外出拿著電話的人 從來都不放進袋子 一放下去 我就會覺得自己不知道放在哪裡 看不到它就不安心 所以我本身買袋 就不會把擺不擺到電話 放進一個考慮範圍之內 然後大家應該都很好奇想知道它的價錢 畢竟這類型的品牌 一個放不到東西的袋子 都要過萬元 所以為什麼我會下定決心 帶它回家呢 就是因為它今季新出 未經歷過加價的洗禮 你們都知道 Celine是含蓄一點的 一季加一千左右 但Chanel那些 一年加一萬左右 所以這個袋 現在買的是7700元 聽到之後 是不是覺得它也不算很貴呢 所以 為什麼我會這樣 這麼衝動 都不會衝動的 我看了這個袋子 都大謊言 十幾次整個月 每一次經過店 我都要看得到才會安樂 有一次我去到智地廣場 看到它沒有做Display 我走到IFC 看它兩眼才回家 夠誇張了吧 覺得我真的要帶它回家 然後呢 再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買袋子的一些 小小原則 我自己是很喜歡 一進去店舖 就馬上買到一個新的袋子回家 不喜歡訂貨 亦不喜歡配貨 我不想裝對這個品牌有忠誠度 我只想買這個袋子才進來買 所以我是比較老套 老一派買袋的人 不明白現在這個世代 究竟發生什麼事 然後第二樣 就是這些比較高價值的東西 我自己都是偏向去專門店買 始終不熟行程 還有給了這個價錢 我也想有一點點的服務 所以一些代購二手店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每個人都不一樣 可能有一個很穩陣的材料 但我不希望有一天我看著這個袋子 或者聽到一些謠言 或者他會說 你這個袋子不是專門店買的 這裡好像差一點點 然後開始懷疑這個袋子是不是親生仔 我希望我會有一個穩穩陣陣 比較踏實的感覺 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喜歡買一些比較經典款 用了十年二十年 我相信去做阿婆的時候 我拿著他去喝茶 都是用得到的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袋子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袋子我買得好不好 當然 下一次再拍這類型的小資女大購物 都要約乾時間之後 雖然我之前不斷說 我不會買這麼貴的袋子 但是這個袋子 我自己打臉了好不好 對 我覺得現在入手是值得的 你明白嗎 好了 希望大家真的喜歡今天這個 輕輕鬆鬆的開箱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早三點和星期日更早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開完箱我終於有得用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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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